國稅局IRS在4月發放紓困金援助在新冠疫情中的美國市民 現在國稅局表示 還未收到紓困金的民眾必須在星期三中五提交銀行直接存款的資訊 國稅局才能將紓困金直接傳入民眾的銀行 如果錯過了星期三的截止日期 民眾只能夠等待國稅局郵寄的紓困金支票 這樣可能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 國稅局的一份新聞稿稱 超過85%的有資格獲得紓困金的人士已經獲到現金 截至上週 國稅局已經支付了大約1.3億筆紓困金 當中很多人不必更新其銀行的賬戶信息 因為國稅局已經從他們2018或者2019年的報稅表中獲得相關的信息 而在4月29日之前更新了銀行賬戶的民眾 也應該已經收到紓困金 目前國稅局正準備增加通過郵件發送的 的支票數量 下一輪付款將從5月下旬開始直至6月 國稅局會優先將支票寄給低收入的人群 包括2018年或者2019年報稅少於3萬美元的人士 而同時IIS在發放紓困款的時候犯了一些錯誤 將金額大約是1,200元的支票發給不符合資格的人 現在正準備召回這些金額 最近國稅局在其網站的網頁上指出 已經死亡的人沒有資格獲得紓困金 任何發給小者的支票都應該退回國稅局 即使是最近去世的人也可能不符合資格 如果配偶或者家人在收到付款之前任何時候死亡 甚至是提前一日死亡都不符合國稅局的收款資格要求 這筆錢都應該退回去 國稅局還澄清其他幾類人沒有領取補貼的資格都應該退錢 比如說是被監禁的人和非法居民 或者不符合條件的外國人 如果民眾不是美國公民 國稅局就認為他們是外國人 非居民的外國人是指沒有綠卡 或者不屬於納粹爾以上的居民 或者無證移民沒有領取補貼的資格 只有當他們擁有有效的社會安全號碼 並被國稅局認為是合格的外國人 才有資格獲得紓困金 這意味著那些有綠卡和居住時間足夠長的人等等 根據金融時報Money的報導 國稅局還表示 居住在國外的美國公民都有領取補貼金的資格 而居住在美國領土上的人 比如說是波多尼國、同關島 以及美屬薩摩亞等地的人 一般也有資格領取紓困金 如果國稅局確認民眾沒有資格領取紓困支票 而他們又已經收到錢 國稅局希望他們儘快把錢退回去 上週三位參議員發布了一份 每月支付民眾的刺激經濟提案 提出將向年收入低於10萬美元的每個人 每月發放2,000美元 還將為每個孩子提供2,000美元的額外補助 一家最多可以補助3個孩子 而當財政部長姆努欣接受CBS訪問 被問到關於失業率前所未有那麼高 政府如何處理等問題上 財長表示白宮絕對會努力推動調降工資稅 總統特朗普已經呼籲調降這項稅金 工資稅是由僱主和工人支付 也是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等福利計劃的資金來源 不過這項提議在國會獲得的支持度很低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